你好欢迎收看6月18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秀林乡富士村活动中心的楼梯 由于设计不良 长辈们要一步一步走楼梯的时候是很吃力的 为了改善型的设施 秀林乡公所新建无障碍设施 还有楼梯重新新建 大大改善了长辈们前往活动中心的便利性 也提升了他们参与活动的意愿 秀林乡富士村活动中心 早次以90度的方式爬楼梯 进入社区里面可以说是大大的不方便 秀林乡公所为了提供友善居住环境 并且改建的相关设施来增设的无障碍设施 楼梯的设置也更加人心化了 秀林乡公所为了提供友善居住环境 并且改建的相关设施来增设的无障碍设施 来增设的无障碍设施 因为当初我们富士村办公处前的楼梯是大约在90度 所以我们年轻人爬都很难爬得上去 那何况是我们的老人家 那我们为了要让我们的老人家能够很轻松的 能够参与会议或是参与活动 那我们就设立了这样的无障碍设施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让一般人走楼梯的部分 我们也做了比较人性化的一个设计 那无障碍空间也是依照标准来去设置 那我们希望是说打造这样的一个友善环境 能够让我们的村民都能够来办公处的时候 参加活动或是会议的时候都能够非常的轻松自在 修林厢长红归表示 富士村约有2350人居住在这里 也就是修林厢人口数排名第一的村 对地方建设的需求 公所可以说是相当的利用性 而这是大大的改善的周边设施 也希望能够提升村民的生活品质 让活动中心能够增加人气 使用力能够发挥最大的效能 记得久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